第十四章第十四節 約書下記第24章第十四節 現在你們要敬威耶和華 誠心實意的侍奉他 將你們列祖在大河那邊和 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隨調 去侍奉耶和華 楊牧師在開始月光之迷的信息之後 我們看到 加密貨幣LUNA的大跌 然後形成了骨牌效應 連比特幣和其他貨幣一起下跌 到一個新的低點 就這方面楊牧師有什麼看法呢 其實本身我們要知道 兩邊 一邊其實大開殺戒的開始 很明顯 就在我們的約旦河之後 全世界發生 無論是 經濟 我們將要見到的戰爭 或者疫症 應該是因為我們過了約旦河之後 會導致 全世界四馬展開 如果之前是一個練習式 好像以色列人在 40年在抗野裏 對於小獅子來說是一種練習 這樣的 但是 如果 我們看 看見摩西 其實他過了鴻海之後 其實神帶領以色列人的40年 都是被戰的 40年都是 但是唯獨過了約旦河 是主戰的 見一個打一個 全部都打了 是很酷的 所以 神亦 說明 在去年 所被感動 第一是今年會過了 約旦河 第二是今年會打開世界 所以我們所見的四馬 的形態 應該會更加明顯 這個就是我們可以體驗 將會四樣東西都會 這樣大生 但第二 第二是 又關於 在現時 在這個趨勢 這個變動當中 Fremation 又會做什麼 因為那個就是我們 本身 是他主導 和他知道 會有什麼發生 所以 我們將會看到 就是由Fremation 主導的這些大鱷 是會壟斷 加密貨幣 舉個例子 你是有很多錢 有很多錢的時候 你又有很多加密貨幣 就像Elon Musk 你想入貨幣的時候 你會怎樣 我們普通人入貨幣 就是看著便宜 去入貨幣 如果我是大鱷的話 我想入貨幣 在說幾百億美金 我想入貨幣 難道我一直買到貴了嗎 我想入貨幣 那我當然是借勢 或者找一些人 搞一些東西 讓它倒閉了之後 我就再入貨幣 因為如果我是Fremation 我知道它不會跌到陸大鱷 我怎樣玩都可以 是吧 Nona已經告訴我們 已經是有 約書世代導致它倒閉 就是耶利哥 那麼 所以現在這個似乎 被敵基督 去壟斷 大量的加密貨幣的動作 所以現在會看到 例如我是大鱷 我已經有很多 加密貨幣 現在 我剛剛在這一季 賺了很多錢 或者因為某些東西 導致我有很多cash 所以我第一樣做 就是整塌了它的價 才會入貨幣 因為如果我不是入一個 我是可能入 以萬做單位的加密貨幣 我第一件事 一定是 整塌它 要不然我怎樣入貨 所以這個現象 其實你會看到 在10年來 加密貨幣 開始出名 就是這8年左右 每一次 你會看到 通常它們 坐下來的時候 都會突然 突然間 一跌 跌20% 這樣 但跌了20% 短時間 就很大的 交投量 即是說你一跌 那些大部分人收放 即是它今天 壓到一些人放 一放就印 立即收 所以每一次看到 現在就知道 所謂大學 其實就是 Fremation 在做這件事 在這個程度 為什麼 這個程度 當然 在開始的時候 已經可以壟斷 但是如我所說 就算連我們 在開始的時候 我們買了太多 其實是會影響 整個加密貨幣 的生態環境 所以它不能夠一早已經是拿不到 因為就會被人覺得 不公平不公正 以及不公開 所以它現在這個時候用這些錢去製造這個金融的 波動 因為如果現在這個時候製造多這種起起跌跌 其實也是審判來的 因為本身 簡直可以說這三四年當中香港很多 這些黃絲太 黑衣人 開始轉去買 Bitcoin 他們買的時候 就說四萬元美金 你猜四百多元港幣 四萬元美金 跌到現在 只有二萬 一萬多 他們真的跳樓 把所有的積蓄 現在的收入就少了 所以 對於 很多 在這兩三年才買Bitcoin的 這次真是十分 這次真是認真我明白 約書下記第二十四章第十四節 現在你們要敬威耶和華 誠心實意的侍奉他 將你們列祖在大河那邊和 在埃及所侍奉的神 隨調 去侍奉耶和華 謝謝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上天耶稣光芽 燃照影 请有失财 燃亮我 要我 生命爱火发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